这个没穿内衣的女人来到酒吧,脱下外套露出拳头大的窝窝头 傲人的身子把一旁的郭达森迷得口干舌燥,赶紧喝口酒,润润喉 等到女人离开,郭达森借着酒劲走上前,拉起女人的手就要斗地主 对面的小胡子健壮,勇敢地站出来警告 结果却被郭达森一把扯下头套,没想到也是个地中海 女人担心事情闹大,赶紧拉着小胡子离开 然而,郭达森却不依不饶,追出来继续羞辱小胡子 在心爱的女人面前丢脸,小胡子彻底怒了 没想到地表最强地中海郭达森竟然被另一个地中海干到 女人瞬间化身小迷妹,冲过去紧紧抱住小胡子 但她不知道的是,这其实都是在演戏 帮助别人牵红线只是郭达森业务中的一项 而她的真正职业是拉斯维加斯的金牌保镖 专门保护那些来找乐子的土豪 凭借着良好的口碑,郭达森混得风生水起 可她一直有个梦想,那就是攒够500万 买一艘游艇,环游世界 这天,一个超级富二代找到郭达森 请她当自己的贴身保镖,带自己去赌场快活一把 为了早日实现梦想,郭达森欣然答应 然而,两人刚到赌场,郭达森便接到了前女友的电话 说她昨天晚上在金砖酒店被三名暴徒强暴 还遭到毒打,如果不是环卫工人发现 及时送到医院,恐怕小命不保 郭达森听后暴怒,即使不爱了,也不允许别人伤害 他立刻来到金砖酒店,找到了那三个暴徒 为首的丧彪,是意大利黑手党的太子爷 为人心狠手辣,从不留活口 面对郭达森的滋味,更是一脸的嚣张,毫无悔意 殊不知,他惹了不该惹的人 女人掏出十米长的大剪刀,伸进男人的裤裆 咔嚓一下,剪掉一根头发丝 吓得黑帮太子爷丧彪连连求饶,表示愿意出钱赎罪 女人把钱扔给了郭达森,但他并不打算放过丧彪 直接一剪子下去,让这个禽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郭达森知道他们肯定会遭到报复 于是把钱分给前女友让他赶紧跑路 自己则拿着另一半来到赌场 准备赢购五百万实现梦想去环游世界 没想到今天的运气格外的好 不到一个小时就赢购了五百万 郭达森高兴坏了,但就在去兑换宠马时却犹豫了 因为他感觉今天的运气好,可以再赢一点 于是再次回到堵桌,将全部筹码以及本金全都压了上去 结果可想而知,直接输了个金光 在周围人的掌声中,郭达森大气地离开 但心里却有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 愚昧的他来到吧台喝酒消愁 这时丧彪的两个手下出现,要带着郭达森去见老大 而正憋着一肚子火无处发现的郭达森 抄起酒瓶砸了过去 这次郭达森不再束缚自己,开始打开杀戒 眨眼功夫几十个小弟全部料到 这时另一伙持枪壮汉出现 郭达森见状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跟着壮汉见到了背后的神秘大佬 此人正是金砖酒店的老板宝宝 是个连丧彪都不敢招惹的大人物 椅子下面铺上塑料布 这是黑帮惯用的杀人方法 此时坐在上面的正是地表最强地中海郭达森 他因在金砖酒店收拾了丧彪 现在被丧彪反咬一口 说他不仅抢了自己的钱 还枪杀了自己的两个手下 丧彪希望老板宝宝可以主持公道 好在宝宝看在旧情上并没有直接杀了郭达森 而是让俩人当面对峙 面对丧彪的一派胡言 郭达森只用几句话就让他哑口无言 在整个米国能打得过我的没几个 并且大家都知道我打架从不用枪 更何况对付两个小虾米 真实的情况是丧彪和手下欺负了我的前女友 结果被我的前女友剪掉了命根子 而这一幕正好被两个手下看到 丧彪他为了保全脸面 因此才枪杀了自己的手下嫁祸给我 不信让丧彪脱下裤子当场验证 丧彪听后气炸了 死活不承认自己是太监 这时宝宝站出来 随便找了个借口替丧彪解了威 然而心胸狭窄的丧彪 怎么可能善罢甘休 很快就在一家餐馆 堵住了准备离开的郭达森 危机时刻 富二代突然出现高歌一曲 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郭达森这才趁机溜走 不过他并没有走远 而是手拿钢叉躲在房顶 看着下面紧追不舍的丧彪等人 郭达森明白 不彻底做个了断 自己将永无宁日 于是心一横 像天兵天将一样从天而降 不到一分钟解决全部小弟 此时的丧彪还想给郭达森单挑 但听本不够看的 最后富二代为了感谢郭达森的照顾 给了他500万以及一张机票 郭达森也踏上了寻找梦想的道路 自此电影《怒火保镖》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下期更精彩